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在马拉公益大学巴西普当的商业管理学院继续我的学业 中学毕业之后我在衣服店做工 我在衣服店做工了十个月 我能说流利的华语、马来语和英语 现在我在马拉公益大学学习了华语 我也正在学习汉语和日本语 我有一个技能那就是做法 我曾经在中学的时候当了巡查员 我也参加过英文话剧比赛 我希望我能在每一个学期得到好的成绩 我就说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